从2019年3月到2019年10月 美国宇航局宇航员尼克·海格在空间站度过了204天 他绕着地球飞行3000多次 还执行了三次太空行走任务 而现在他在地球上和家人待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家中 他说在太空200多天的时间里 他和地球上的家人朋友保持极端社交距离 他当时养成的有些习惯 现在在地球上派上用场了 我会有关于我的家人 我会有关于我的家人 我会有关于我的家人的家人 分开了三年 所以能够在继续地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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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认为人们在运气 人们将会看起来 和他们会想到最后的时间 就是能够多时间 和亲爱的朋友 是一种特别的 我认为我非常感谢 我感谢到这次的机会 我希望它是在更好的情况下 除了和家人共度时光以外 海格表示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也是超重要的 海格说 运用科技和你的朋友联络也是个好注意 一些是在关系中的关系中和朋友和朋友和朋友或是在网址 当我在网址时,我会做课题和我的孩子们在设计中 能够能够能够在这种程度上是一种很激烈的充满 它帮助我预备我预备到最后一天的领域 所以其实,即使你随着,技术的领域 在执行任务之前 宇航院会考虑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 然后接受应变的训练 海格谈到人们在新冠病毒流行病期间 可能感到的焦虑 那些东西 我可以继续 你运动 而你运动 比较多的力量 worry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are out of your control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想要做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想要做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想要做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 那些东西是完全外出的 我们的控制 如果我们只能够一样 在我们的地方 美国精英电视报道